近日 第六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山西太原举办 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 国内26个省份1000余家企业 十余万件展品参展 山西省文物局展区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 动手实践的体验活动 吸引众多游览者驻足 我们在展区当中带来了非常多先进的文物保护的相关的技术以及成果 还有一些互动体验以及文创产品的售卖 既可以感受到山西古朴的历史文化 又能够体验到当下的文化对于现代生活的影响 展区内最为吸睛的当属AR眼镜点位 这是山西博物院新推出的智能文物导览设备 目前已在山西博物院实现应用 戴上AR眼镜 只需语言控制 便可看到对应文物的前世今生 通过这个AR眼镜 我越发地感受到咱们山西的这个文化呀 特别的博大今生 咱们从苏本上看到的那些东西 跟咱们现场感觉的东西确实不一样 古代的文物通过咱们现在高科技的技术 各方面的了解 更加的深刻 代入感特别的强烈 反正是特别的震撼吧 如何让展厅内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满足民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的美好心愿 山西博物院一直在探索 2010年 山西博物院启动文创工作 2018年开始成立专门的文创公司 当前在售文创产品已达1500多款 品类包括古运家居 国风饰品 科普绘本 各户出行等 我们希望通过文创产品这种商品作为载体 把文化附着在商品之后 把武人的智慧融入到现代生活里边 在博物馆的参观过程当中 看到的那些文物是实时积极可以带回家的 我们要做看得上观众买得起带得走的文创产品 我们也是打破了很多观众对博物馆固有的一个思想 认为博物馆它应该是深沉的内涵的低调的 没有想到现在是轻松的愉快的 甚至是非常具有亲和力的 本届文博会展区内 结合山西博物院馆藏器物设计的茶包 青铜器 鸟尊等元素结合制成的酒杯 鸟尊玩偶等毛绒玩具 多款新品亮相 在打卡盖章区域 不少热爱极印章的游客集结于此 其中以年轻人为主 手持盖章本 一件件文物 悦然直上 我们下一步也是希望搭载 像现在AR VR 包括AI的技术 可以把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物数据 更好的利用到百姓的生活里边 它搭载的路径可以是文创产品 也可以是教育活动 也可以是一场丰富的展览 这样子的话我们用多元的方式 进行了数据的输出和展示 那么有更多的信息 就会自然地走到观众的眼里 走进观众的心里 感谢观众的心里